坦克的油箱里面除了能够装油以外还能装什么呢 还能装金条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这样军迷的励志故事了 55岁的英国人尼克米德是一个资深的军迷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坦克了 不是这种模型坦克 是正二八斤能够真正在战场上驰骋的坦克了 或者说是曾经驰骋过的退役以后的坦克了 其实能够买到并收藏退役的坦克已经够奇葩的了吧 但更奇葩的是他的这些坦克大部分都是网购的 想象一下快递小哥给你送货时的样子 请问是给你放到快递柜呢还是送上楼呢 不好意思啊没有这么大的快递柜啊 数量坦克这牛够脆一辈子了嘛 迄今为止尼克已经收藏了超过150辆坦克了 其实数量之多呢甚至已经超过一些国家的了 他当然也没有让他这些坦克买回来就闲着啊 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公司叫做Tax A Lot 很多坦克的名下 你看这个名字起得有多妙啊 用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比方说你压力太大了吧 想体验一下开坦克碾汽车是什么感觉吗 那就来吧 比方说驾照考到顶了吧 想再升级一下加个坦克驾照吗 那就来吧 还比方说拍电影缺道具是不是啊 那就来吧 所以如果你战争片看的够多的话 指不定就已经看到过属于尼克的坦克了 一句话总结就是啊 这是一个奇葩的人 有一个奇葩的爱好 开着一个奇葩的公司 同时呢也能吸引到奇葩上门 这波更奇葩的事情马上就要来了 2017年的一天啊 当尼克打开电脑准备逛逛某宝 不好意思啊 是某倍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了一辆正在出售中的俄罗斯T54坦克 他一下子就来劲了啊 因为在他的脑子当中呢 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要让自己的客户填到最纯正的俄罗斯坦克 对的啊 这辆坦克总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10万辆 从1947年开始直到1979年才停产 而且即便到了现在啊 也还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呢 继续服役啊 几乎参与了每一场 你能够叫得上名字的战争 想象一下 亲手开车他连过一辆汽车 一定相当的解压吧 给了尼克这个机会的 是一名叫做乔修斯的23岁小伙 诶 鬼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辆坦克的啊 但至少我们能知道 他也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战车迷 因为在他把T54卖给尼克的同时呢 还搭上了自己的另外两辆专甲车 混绑在一起 一共卖出了4万2000美元左右 他当时就一定觉得 尼克这家伙真是个砍价的老手啊 但要是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的话 一定毁的肠子都会轻的 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回到尼克那边啊 收到坦克的尼克 马上就开始了修复工作 他和助手们一边检查 受损的零件的状况 一边更换腐蚀漏水的水箱 然后再搜索坦克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边边角角 想尽一切办法要让这条老家伙呢 彻底恢复状态 而与此同时啊 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台坦克的历史 结果发现就很有意思了啊 原来他曾经在萨达姆会下的伊拉克军队服役 打满过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 也入侵过科威特洗劫了这里不少的财宝 才最后被英军俘获来到这个乡下的农场的 他们当时可能也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而已啊 没有放在心上嘛 但是随着检查和修复工作的进行呢 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了 有一些邮箱呢 无法工作 而且似乎是有人故意想让他们不工作一样 显然里面是应该放着一些不想被燃油污染掉的东西 于是他们就取出了第一个邮箱 再做好了最后的打算 就是有可能会被扎飞的准备之后呢 他们小心翼翼的将它撬了开来 果然里面是一箱的弹药 好吧 松了口气之后呢 他们决定继续探索 第二个邮箱可就要种的多了 会是什么呢 有了前面的经验啊 尼克的小团队都相信 这里面应该藏着的是枪支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能会陷入到一场非法走私枪支的麻烦当中 为了自证清白 他们想到了用摄像机来全程拍下打开的过程 留下证据 至少可能证明这些枪支并不是他们的嘛 而是他们新买的坦克附证的而已 哎呀 惊喜来的往往就是这么突然啊 在把手伸进去摸了半天之后 尼克的助手抓到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居然是一块还在发光的黄金 天哪 这还了得啊 绝对的一场意外惊喜啊 而且更惊喜的还在后面啊 再把邮箱翻了个底朝天之后呢 他们一共找出来 五块黄金 每块重大五公斤 加起来的价值超过了两百万美元 比他们支付的成本多了五十倍 哎 这跟中了头奖有啥区别吗 好 现在呢 暂停一下啊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A 留下来 分掉之后再想办法把它们换成现金 B 无私上交 请选择并留下你的理由吧 至于尼克是怎么做的 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明天来看吧 先关注我